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件事都很重要 很大件事 他好像来过 不是好像来过 是直接来过 现在来过的时间是不少的 至少我知道的都有两次 而且近年来得比较密 你不要想着在现场跟他有什么交流 他唱完就有闪闪 他唱完就有闪闪 你就不要预测 那些又跟你有什么朋友 又有什么 再歌再舞 可能很简单 现在他还是玩电视的 就是Rock and Roll 但是你不要想着很glamorous 或者任何东西 他唱歌就唱歌 你喜欢听就听 你不喜欢听就什么 事实上 据我所知 他在加拿大演唱会 都不爆 不奇怪 拿了落叶奖 都不爆 可能他的模式已经很稳定 或者已经是 是 那问题就是 很多人当他已经是一个 上了神台的所谓的 是 那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问 LMF 你自己说 是否都变成了一个香港的icon 我自己很难说 你问我自己 我觉得你 很难说 未到 但是希望有一天 如果香港 特别是香港 或者华人的摇滚乐 流行文化 是再诚实一点 的时候 希望有人会知道 在不同阶段 有不同人 灌注不同的营养 给这件事 是啊 我们更加希望这件事 延续下去做好一点 香港自己的音乐文化 是啊 这个演唱会本身 我相信很多人 都算是一个 相当之重要的 纪念日子 有很多人 因为听了一世 LMF 都没看过一场演唱 这类型的演唱会 这类型的演唱会 基本上香港 就不多 外地来的Bang 可能说得很瘋 但是本地的 从来都不是很鼓励 我们的政府 有罪多几百人 是发神经的 他们已经很害怕 香港这个华人社会 是很不鼓励的 特别是近年 特别是近年 就是怕你一罪中的时候 怕失控或者 What is 突然间你叫他口号出来 可能他觉得那个口号本身 很令到他很恐慌 是吧 有时不知道 华人圆唱会有时 这些事情失惊无神 即兴的 即兴的 即兴上来 不知道有个人 咬了口号出来 但现在全上一起叫 特别在现在这个局面 就 咦 政官有些少少恐惧感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术语 就是paranoia 是的 但问题就是 LMF本身 比如说 你们组这么久的音乐 主观上 你们其实有没有少少一些 所谓反叛 或者挑战社会的秩序 去尝试去改变香港的 这些保守文化 主观上有没有这个想法 主观上 不止主观上 我们很承认 我们是摇滚学校毕业 不是毕业 是那家学校出来的 那些是基本态度 如果我自己个人承认自己的职业 是一个音乐人 那别人问你 那你是古典音乐 还是什么音乐 如果你当是一个职业 那我就很清晰就是摇滚我 摇滚乐 有它的基本特质 也不会偏离太远 大家都说得出的 其实一定是自由 平等 反战 反叛 反叛 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其实在世界上 可能去到 华人社会 从来都害怕 因为家长 就是害怕 小孩说事的任何空间 或者再严重一点 是近年的 或者香港 或者华人的 这些音乐空间 或者所有空间 表达空间 是非常之 畸形地被收窄 完全 完全是反社会的进步 是现在我们见到 社会自己反社会的进步 而不是我们的音乐去反社会 刚才你提到那个音乐的内容 你一直强调的是 就是摇滚乐 但是可否细分呢 譬如说 以我们去听 你自己为了 你很多rap 是 那摇滚乐 就是我们传统 真的 怎样说呢 就是摇滚乐的基本常识 我们起码都知道 都知道那些东西在哪里 那些声音在哪里 或者那个脈絡 然后再分出来 有rap 有混合的 其实 LMF 的 case 我们刚刚这次 反而见了一些 真的 听开音乐的台湾朋友 给他们看看 香港这个组合 这个形式的现场表演 他们反而觉得很新鲜 他就说 台湾有rock 有rap 分开玩的 各有各自己的模式 观众群的 但是如果一对 两个东西是很完整地 融合了两种风格 而阵容 比如说 rap 我们的方面 有四肢咪 然后 rock 又真的齐 band 那么的情况 MF 其实是 华人来说 你当搖滚 搖滚市 或搖滚阵容 都是一个 可以参考的 但我算是一个资深乐迷 我想一个技术层面 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不是说 很恐怕 你唱什么 而是说 乐队的组成 比如在人选方面 或者每一个人 其实你们有没有 提供一个 所谓instrument 你玩笔 你玩什么 有的 其实 LMF 那个case 是什么呢 这个 band 的成军 本来就不是为了做一队 而本来是一系列的高山剧场 的 重金属同学会的 Dark Entry演唱会 里面每一次 最后那一队 的大jam 每一队 每一队 派一两个人出来 他们从来不玩开的歌 从来都是玩别人的歌 但是 为什么要战队这样的东西 因为每一队 都不想自己最后 不想战队最后 等很久 没有人喜欢玩压族 结果搞搞 永远就遗留了 一个大jam的认识 压族 反而最好玩 如果不是大jam 那些人会走 你知道香港演唱会 会很麻烦 那些人会趕着回家 是的 很乖 从来 这个是 所有外国音乐会 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 人们想着 要赶回家 回家 还有清醒走 外国当然不是 外国还有要求 有after party 喝酒 就喝酒 继续玩 是进行的 例如我听到Prince 他在最后一场 有事的时候才会走 他玩完之后 他会自己去另一场 再玩过 我当年也有去看他的after party 其实是直接他再 在一个 甚至我怕 after party 玩得比演唱会更好 我还怕是这样 应该是 其实after party 玩得比演唱会更好 演唱会 就告诉你 他可以 现场做到 一模一样的声音水准 他说 不是录音室 困在这里 而是可以相对 几千几万人 一模一样 大家都听到 那个声音 然后再去一个 可能一个launch 玩after party 看他自己的 他们基本上 这一类音乐人 或者去到精英分子 或者摇滚 其实说出来 要认真说 是这些学校出来的人 他的日晨生活里面 音乐的比率很高 是 不会停下 不玩的 一定有声音上的东西 而且很敏感的 刚才我们说回那个 到最后 大家一起jam 如果根据你的说法 就是 其实最初这个没有一个好意识 就是我们要搞到MFM 没有的 有班人就行 然后观众 直诚的问 你们每次这个系列的演唱会 最后那一队很好听 那一队叫什么名字 他随便说个名字 那么巧我们的主音阿华 亦都是当时anodized的阿华 他人比较懒 他随便说 这队叫lacy motherfucker 就用到现在的名字 我记得当年 这个lacy motherfucker 这个名字 就很控洞 现在当然 大家麻木了 现在就 因为当时 唱粗口 已经很大件事 如果根据你说 其实这个名字 很随意 很随意 随意 毫无商业计算 如果当时 你在里面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角色 譬如说 A 我负责rap 或者我负责 其实 因为我的伎俩有限 我就在nt 那队band里面 都是做主音 或者做vocal 结果滲下去 LMap 的时候 jam也是jam vocal 但又不仅是wrap 又玩其他风格 又玩其他风格 又玩风 又metal 什么都有 但你这么多幅画之中 你觉得自己 走下去 或者这么多年 你有什么 觉得是你自己 本质上的 一个 定位 例如 我实际上是一个rapper 或者我实际上是一个rocker 或者是什么 有没有这个想法 在音乐上 反而没有 因为我其实本身 就 传统艺术学院出身 学院出身 就已经 你一毕业 他都差不多 你都 你起码都当自己是个知识分子 用那个角度去看的世界 就已经有另外一个人生追求 但到音乐上 就反而 音乐你要交创作 如果去到直接做音乐创作 就反而没有定型 我的看法就是 在创作 或者在创作的世界里面 通常是越玩越开放的 那些人 你觉得就是 你什么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所有能够共鸣的东西 都可以做到 我的理解 接下来 MF是不同其他主流的做法 就是自己创作 自己唱 自己演绎 还有包装 风格 Styling 艺术 插画 全部都自己做 全部自己做 就算 所谓的PR 我们要推什么媒体 都是我们自己出声 接什么媒体 一定有人打电话给 但我们通常都推 但很清晰 有某些媒体 或者很清晰 所有娱乐版 我们都不做 不做 一打电话 娱乐版 我们今次这场事 是可以去到 说明他不做 他都照顾你 说的 做了一宗新闻 说明不做 但问题就是 那么多人 有没有人做事 有没有人 民主的决策过程 是怎样的 好民主 还有很有默契 没有做事 但多劳 多劳 不是多劳 多劳 多劳的人 例如在平面创作 或者接收 或者物流 钱 音响 所有东西 是有 你自己管理自己的 这班人从来都是一班朋友 只不过想找一个最好的借口 继续玩 玩得认真一点 就叫做继续可以玩 所以各有崗位 有时重叠 一个人有几个崗位 第一个崗位是乐手 每个人都当自己是一个乐手 这个挺好玩的 这个挺好玩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 如果这类的管理文化 在外国是否多 外国的案件是好玩的 我们初初曾经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管理 接着到 LMF 九 九七年 出了第一首歌 一首歌在人家的集感碟里 叫同床 其实就是 阿龙大的班底 再放了几个 其他阶段的人 这样就叫LMF 大家明白了 总之混乱几队 他做一首歌之后 大家很喜欢 就觉得应该是一队队 但也不说真的要变一队队 但后来阿龙大说 既然现在香港已经有NT 有Score 当时有一队队队 既然是这样 我们都开始 做半主流 都可以有个自己的录音室 不如我们贡献录音室出来 你们来录音 就是这样的 接着 大家交出了 LMF的第一首歌 叫屋邨仔的EP 有四首歌至六首歌 自己印制自己发行 发行都自己发 因为我们找过所有发行商 他们全部都不行 当时害怕 一来害怕 总之又赚不到钱 又随时麻烦上身 那就不要搞了 接着我们自己送货 谁知道那只碟 在当时卖了一万多只 那万多只 其实主流 光动到当时 我都找MF做了访问 是光动 因为为何呢 非主流这样做 是一条实数 有人真金白人买碟 当时的主流都在吹销 计划的时候 什么白金碟 金碟 是的 那些 真是我们一线的卖几千只 竟然有一班人 完全是System之外 卖到过万只 究竟是生机 还是威胁 还是什么呢 当时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研究 但是 根据这件事之后 我们都是由唱片公司开始 都是不是正常的找到唱片公司 而是这么巧 有一个来自华立国际的人 她的视野是闊过香港很多的 她觉得 根本就是 没有先期 有摇滚案 在一间国际唱片公司里面 没有摇滚班 或者来到一个自称国际城市里面 没有整套摇滚的东西 放到她的货架 她都觉得不太正常 她都觉得很正常的成果 给我们做 但是呢 都基于跟香港本身的制度有矛盾 比如我们自己做所有的创作 唱片公司是 收到母带 她负责印制和发行 正常 在以往她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她说 人们都已经猜到 猜到你的粗口 这也不是问题 而是 没有音乐人要求 100%的创作自由 完全自知空间 结果他们开了一个子公司 但是你要记住 当年Prince 他最出名的时候 他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去华纳 就是拿这个Terms 就是由头到尾 我自己都做了 就是我自己都控制了 控制了 这件事其实不是工业运作的做法 一般来说 当然不是 你唱什么歌 你怎么包装 其实传统上 就是唱片公司都控制了 控制了 他上到流行榜 第几个星期 排第几位 做什么 全部是谈回来的 好 我们去一些很具体的音乐问题 比如说 那个填词 其实我觉得填词 这个也不是很适当的说法 就是 比如你去写这些歌词的时候 是歌词行先 还是音乐行先 两样都有 因为始终是一队band 和摇滚band 我们就不会像流行曲 一定要有某个运作模式 一定有个歌 有个melody 有人填上去 快靈靈 我们就不是这样 填词 就近乎作词 因为 我们通常都会 LMF的运作很有趣 有两个制作人 有David 就是亚龙大的鼓手 亚龙大的制作人 和DG Tommy 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制作风格 DG Tommy 当时是用跳舞歌 用电脑来录音 他很早期 他已经开始 David就用回传统 亦都有在他 在流行音乐中 学到更多的声音处理方法 我们当时面对两个制作者 但是基本上 就是有一个音乐 有一个意境 有一个意境 甚至乎 有一个电影感 我们可能大家谈 做一首这样的歌 然后大家分别去 根据这个意境 去砌一些職目 然后就在录音室 或者在乐队房 再砌 看看那些職目 应该如何砌一幅 这个就很群体 好处就是 人多意见多 或者做些东西 真的很有火花 很创作性的 不好处就是松散 也不像工业制作 但是你如果这个做法 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其一 基斯就是说 很简单 比如说 你流水作业 就是ABA 最出名的就是要上班 上班 上班 即是要上班 我们今天要寫什么歌 更快流行什么歌 我们就跟回思路去做 然后就找人去填词 填词 计算多少时间 接着来歌手唱 如果不是 大佬 这里有万七人 这个又提一下 那又提一下 如果好的就是 大家吸收了所有精华 但如果不好 大家会吵 会转牛角 会转圈 我们的幸运就是 因为大家都纯粹为水准做 那我们就听着监制的意见 再加上有些默契 既然大家本身都有自己的歌手 要走出来做一些 和自己做开不同风格的东西 那其实就很实验性 很实验性 很实验性 但是就 尽量呢 就 哪个值得 做多些 其他人 因为大家都很困难 没有一个商业 要什么时候 要入录音室 订阅录音室 什么时候 当时 Davey大飞哥 他说 欢迎你们来 你们什么时候想点赞 你自己有自己的监房 你喜欢点赞 总之 到时候到后门 大家赞一下 或者怎么都好 接着他们就签了唱片公司 就有几个 始终都要在定时定后 做出product 本来是几对band之余 有一对LMF 又有其他band 然后就作为一系列 音乐单位的形式 就以一个子公司的模式 就签入一个大的唱片公司的分支 但是经过种种 譬如有些人事变动 市场变动 结果就变成大家认识 是一对LMF 接着一系列做了几个 那我们可不可以拿一些歌 去讲一下创作的特色 我最想说一件事 你和主流的歌词上有什么不同 第一件事 我们完全抗拒写情歌 那就已经不是主流了 香港主流九成半以上都讲情歌 顶多就有个别的 是情歌形式的插篇 插篇球 讲其他东西 但是当然 为什么要抗拒情歌 摇滚的情歌 摇滚的味道 不是情歌那种 更加不是我们传统见到 港式情歌那套 唐医毒药麻醉性的情歌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 你一听下去 其实你觉得 写那个人根本完全是没有这种 没有诚意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只是靠一些音乐天才 好好地演绎一些 非常麻醉性的情感 香港或者 可能中国人 现代或者近代 因为现在这群中国人 他将音乐娱乐 是生活的调剂品 也都没有人当过音乐 是精神食粮 但是 可能西方就是知道 只要是听觉 那个世界 就什么都有它的发展空间 但是如果说你抗拟情歌 但是 你是不是给了一个原则自己 就是我对那样东西 很有feel 也不止我们有个模式 就是 每一天都见面 打机 那样东西 报纸说什么 大家一起讨论 他说的东西 接着就已经有很多意见 他已经有东西说了 有些 有些是全部报纸一起说 所谓的全城都说的东西 我们反而有时就觉得 是否真的这样 这件事 用很多角度 其实都是很时事生活 很时事生活 因为我们是深水埗 都是在街市附近 那些东西很贴地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我们很好似 一帮人 日常见面 聊天 聊些社会 然后就 既然有些愤怒的地方 就当摇滚来 蘸一块歌 做歌模式 基本上看報紙或我自己更加聽街 偷聽人說話 在街上乘地鐵 就會積聚到一些城市情緒 城市氣氛 相應社會上發生的事實 我用學術來說是社會意識 對 很明顯是社會意識 你有沒有一兩首歌可以拿來印證 含家靈很明顯是當時的媒體出現了一些人物或事件 種種跡象加上我們就像這份報紙一樣 由A Session 講幾段 又講B Session 又講C Session 情景就是打開一份報紙 每樣東西都覺得是不妥的 那時候要講的東西 對 我想如果你說有些東西不妥 事實上近年就越來越多 譬如A Session 那首歌 很明顯當時有事件叫陳健康事件 有所謂的一宗家庭倫常慘劇 但到最後是媒體再付錢的人 去製造一些製造一些畫面出來 是一種畸形的對待事實的方法 由主流媒體來做 還要大肆圈驗 我們覺得有少少不太正常 對於社會發展 但問題是這種角度 你不可以像一個政運家 不可以 但就不可以 我相信都不能夠說一概而論 但譬如說要有些音樂感 要有音樂感 音樂和憤怒情緒的平衡 能量的控制 全部在這一範疇的音樂 這一類型的音樂 其實是人類在西方做得很出色的 去到這件事 是否全球所有其他文化 都可以這樣用音樂 去好好地幫人類的憤怒情緒 做到一些事 我還未知 我還在實驗當中 但是Rock and Roll Music很明顯是有正面的作用 對於社會 就不僅止我們所謂的 傳統主流音樂的消閒作用 或者所謂的逃避 剛才我們講了歌詞 接著就講音樂 音樂本身你們自己有沒有什麼參照 很清晰的 就有重金屬 重金屬 接著再加一個DJ 當時90年代中美 中期、美期 已經在西方的地下 或者主流 這幾個大類型的音樂 已經做了大量的火花 所以已經有很多聲音上的參考 是好玩的 是非常之好玩 是非常之新穎 到今時今日 這幾個大類別的音樂 都仍在Cross Over 最初做的時候 譬如有沒有一些 reference 你們 這個做法 我們應該都 很清晰 有Race Against Machine Plug Back Enemy Beasty Boys 在製作上也有 在演繹上也有 在創作上也有 在創作上也有 再不是 所以我們會盡量在那裏 究竟香港可否 或中國人的音樂 可否有這些模式的嘗試出現 我們都會做 一般來說 很多時候會適合到 廣東話和搖滾樂之間的矛盾 其實真的沒有這件事 譬如說唱Rock 唱英文 是否真的容易唱廣東話 未必 始終廣東話的流行音樂 都經歷了幾十年 都不是很難聽 只不過 那個情緒的音樂 究竟我們的文化 能否有這麼大的空間 讓人做實驗 開發 開發 因為你不可以一開始 就出到一定很漂亮的 這一類的音樂 但是 有沒有人去投資 繼續讓很多樂隊去實驗 直至有人成功 我們的例子是倒退 反過來 可能有很多生命的事 為了要生存 反過來做主流事 去到賺到錢 才又在另一個方向發展 但是通常要賺到錢 就不會繼續做那些事 賺到錢 就要繼續賺錢 是的 賺到錢繼續賺錢 反過來跟人說 我們以前也做過 在地下年代 但是 真的要健康發展 真是業內 是直接賠了這一類 偏鋒精英 這樣才是好玩 是的 但是香港比較難 我們不會涉及這個問題 比如說 剛才你說的音樂 近年大家知道 在Rap文化裡 很多sampling 我也看過你做sampling 譬如在香港做sampling 是否難度高於美國做的 是 就是因為人們的文化上色低 譬如我們LMAP 《大彈堂》那首歌 中間有一段sample 有個阿婆說 你的屎袋爆 經常只顧著玩 如果認識的人一聽 其實就是當時點子冰冰 那套警匪片裏面的一段對白 當時我們這首歌 出了Teddy Robin 他馬上說 很感謝你們 他不是罵我們 拿他的sample 你們真的有心機 去用其他音樂 去做這件事 他們製作人明白 你們是在玩這件事 他更加很感謝你們 即是好像tribu他 說回他某種意境 你可以重用他電影裏面的意境 在那套電影的原聲帶之外 再做一些聲音 其實是很好玩的 創意火花 另外一首歌 《反骨仔》 一開始第一句是 Hardcore Fucking Hardcore 如果認識的 就是Oliver Stone的 Full Metal Jacket 如果認識的話 不是Full Metal Jacket 就是扣給你黑的 扣給你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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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一個很出名的 幾秒鐘 如果明白的話 就會在心中有電影畫面 再聽這個音樂 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有那個火花 就明白流行音樂裡面 最好玩的東西 就是有真正的知識交流 不是學校教你的知識交流 而且很好玩的 很豐富的 除此之外 就是和主流音樂之間的關係 大家知道 很多人認識你的 就是 愛事 愛事 和鄭秀文 那些是最簡單的 只是當時他也是華納 我們也是華納 在外國 在天王巨星 和一些好玩有創意的樂隊的交流 從來都有 這些順理成章 也很快地做起了 這首歌是你自己有份去做的嗎 就是我們的作曲 加填詞 整首歌是你們的作品 SAMMY就負責唱女聲的部分 其實那首歌 我們也有自己的LMF 隔壁版本 就是華紫唱的 我聽過 那首歌好像Gorsan Over 那首歌 但你們覺得 這些歌 是否對你們的知名度 或者對別人的認識 你有幫助 兩邊都有幫助 譬如我們真的 不是 那麼你的工業運作 有機會去學習 究竟怎樣運作 也是得益 公眾地 可能見到一些新鮮的東西 在市場上 我不知道 是否曾經做過 可能也有些商業成功 但是 如果那些人 知道那些人的存在 再去找那些人 究竟做些什麼 而去做一個音樂的教育 這件事是好事 最重要就是空間 香港以前是很有的 也好過現在 現在最基本的例子就是 當中國有所謂的中國有嘻哈 每個人都說中國有嘻哈 每個人都說中國有嘻哈 你訪問那些人 那些嘻哈人 每個人都說 聽一對大懶堂的人 聽這些音樂長大 但你上網找 是全部被下架 那些最大的諷刺就是 那你想怎樣 那些現青人文化究竟怎樣 不要混亂 現在這是一個很混亂的世紀 在我個人 在某程度上 例如LMF 我們都拒絕太過主流 那當然它的好處就是 你就可以 可以 更加多空間去說 你我們所謂的 說真話 不需要給面子任何人 那 亦都希望生存到 那你不好的 你便沒有商業成就 你想贏都可以 你就繼續窮 永遠不會 兩樣東西都做到 因為我們仍然身處 一個落後社會 在音樂上 好了 這一部分 就是一個 介紹 對LMF 我們是一個總結 因為19年 我們到現在 其實要講講 最近這一支一模 第一個問題就是 聽LMF的 碟 在YouTube看LMF 和看Live的LMF 有什麼分別 差太遠了 起碼有 在聲音 在聲音水平 現場音響的能量 即是十倍八倍的 你怎麼可能 為什麼是另一種製作過程來的 現場Live 你是好看十倍的 真是不同的 還有現場 那些投入程度 就是 香港 如果計算搖滾 或者外國人 來看回 全場show 有幾千人 是rap的歌 全部人一起唱所有歌 那個投入程度 是令人驚訝的 我講的最重要 就是 因為香港的演唱會文化 演唱會文化很離奇 就是 唱歌就唱歌 聽歌就在下面聽 而且很被動聽 但一個真正的rock concert 其實是一個宗教意識 是 每一個人參與 參與程度很高 是 合同一個vibration 同意 互相玩 要懂得玩 如果台上的人是一個祭司 下面的人 其實要處於一個 所謂意識變化的狀態 我想香港絕小絕小有這個情況 但 似乎LMF的演唱會 會做到這個 暫時都有幾千人 仍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完全知道 他們已經是完全懂得享受 這種音樂模式 甚至乎網上有很多朋友 我們看到一些feedback 這個星期 大家在YouTube 可能點擊率多了很多 大家都繼續聽 因為聽到現場有幾萬個 在某程度上 心理上是有進行的 跟你在耳室聽是不同的 好的 一個現場音樂會 如果說到音樂的狀況 跟在碟裡最大的分別 應該在哪裡 碟裡就是有控制 有科技在裡面的製品 現場除了科技之外 還有靈魂 雖然像我們搖滾樂 或者下雨路 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憤怒 他有幾份憤怒 你現場是馬上明白的 如果你聽唱片 可能要加上所有東西 因為聽唱片就是聽覺 現場是活生生的 兩回事 如果說到現場的時候 是哪一個segment 例如哪一個歌詞 哪一個melody 是令到人馬上 所有 基本上所有 一開始有音樂 甚至乎有些樂手 一開始走上台 那些人都已經亢奮 那樣跟classical 或大家理解 去紅館看數 兩回事 這是最基本的 沒有音樂之前 大家的亢奮 或心理狀況 你就明白 是另一個空間 如果以你來說 一個演唱會的人數 以什麼 的數目 你覺得是最理想的 其實不是以多少 而是以音響setting 能夠滿足多少對耳朵 而現場真的做到 還有台上的樂手 聽到的東西 跟台下的觀眾聽到的東西 不會差太遠 有互動 那些是有技術上的 比如說那些十幾萬人的音樂會 你最終聽到什麼 我都不太明白 他們的節目 我想很多是北韓形式的 大家志在參與 不參與就有吃虧的 或者被迫地做 現在的音響技術 對你們演唱會的影響有多大 例如現在作唱片 我前一陣子也插過 但是我插過之後 我知道不是這麼簡單 每一部分都是 現場一踢過的 你不能犯錯的 是的 現在的電腦技術 其實對你們的幫助有多大 電腦技術反而 在音樂上 反而玩Live Show的人 就不太依賴那些器材 因為如果有一點點不妥 你出不了聲音 我舉個例子 我二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聽到Chick Korea 就是那晚第一個演唱會 他電腦砸死 他砸死後 他差不多沒有心機唱 沒有心機玩 有很細微的技術部分 都可能影響了這些 所以如果那班人 很懂得玩氣氛 真正玩音樂 就會立即和現場的觀眾 做到另一種共鳴 這個共鳴本身 你們在台上 你們會怎樣捕捉到 一些舉例 例如現在看電腦 那些人已經很高興 你們在台上唱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感受到這種能力 我們要給的 你們不能留 不能假扮 憤怒是不能假扮的 不憤怒是不能假扮的 晴晴踏踏的 那些人 因為觀眾自己在騙自己 所以你們有得擺 但是 譬如這些更加社會性的 你真的要對那件事 很有同感 或者深切觀察 你要投入很真誠 不,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唱這個 你叫個口號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唱這個 全家靈、梁振英 你見到那些人的口號 是跟你平時去維園見到 沒有收幾個水 那些情緒完全不同 那些情緒 真的很明顯 人是有些東西騙不到人 你是自己騙自己 我問一個很感感的問題 譬如藥物對整個演唱會 有什麼影響和有什麼幫助 傳統搖滾樂 有搖滾樂的藥物 音樂本身已經有藥物 是一種藥物 那個人本身的心情 也是一種藥物 你說藥物 我講真的 有合法的 有非法的 合法的你就喝酒 吃煙 非法的有種種 有化學的 有不化學的 但主要就是 你知道 在幾個小時內 你的心理和精神狀態 你在預期下 去玩得盡興 你懂得玩的話 在合法的情況下 你當然是想好玩 比玩泡東西 當然是想好玩 比你們平時 老人家看的那些悶 你們有你們的開發 或者年輕人總有另外一種開發 還有跟一班 認識也好 不認識也好 一班群眾去狂歡 那些人類懂得找的 只不過是 家長害怕的 我用一個比較學術的角度去說 因為以前 我都看《彌賽社》 《悲劇的戲院》 我不記得那個名字 他其實說了一件事 就是 我最初不明白的 就叫做 《酒神》和《太陽神》 那個分別 他就用來解釋 為何古代希臘的悲劇 會有這種社會事件發生 後來我就不明白一件事 所謂《酒神》意識 很簡單 就是你狂歡呼之後 就是那個狀態 就是《太陽神》 那個時候不狂歡呼 那個時候 就是一個很… 面具下的人生 很澄明 其實兩個合起來 就是古代希臘的悲劇 後者其實一直以來 例如我們去演唱會 去公眾集會 尤其是這種 令到你悲劇的狀態 那種狀態 那這種狀態 就不是你透過 我怎樣怎樣 而是透過一些 精神上面的一些 改變 如果是的 其實人類這種物種 一走在一起 你不是悲劇的話 就出事 是啊 最好再走在一起 有些東西有引渡一下 就狂起 這樣就好些 因為人類是比較 反自然規律 亦都是自私的一種生物 一堆人走在一起 出事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如果人類不是定期去做這些 很容易會瘋狂 而且人類的社會很明顯 就不是做一些益 反人類的發展 這次其 第二件事 就是近年在美國 已經出現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 就是OPTOID 就是OPTOID 在香港某個電子音樂節 就出事了 就是有人要送丸 濫用藥物 那些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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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成功不敗 其實在任何社會 有超過一萬人的活動 救商隊的數目都有 不開心也可以去救商隊 或者心跳加速 很多種類都有 但問題是 這種OPTOID 現在是一種合成 危險性相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究竟聽什麼類型的音樂 究竟怎樣得到你的滿足感 你怎樣可以真真正的投入到音樂 那個娛樂 我想大家真的要 我只是說 從流行音樂 或者你喜歡的那個類型的音樂的歷史 去理解 你就會 聽得開心些 玩得開心些 如果我們總結這個MF這個演唱會 這次會不會是最後一次 其實我們自己差不多成功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狀態就是 我們說的那些事情 社會有沒有好到 亦都沒有令到 特別多了人去反思 你這麼有野心 社會有沒有好到 又或者那個 即是說的那些問題 是否令到別人心思 你不是說 符得認 你說吧 即是通俗一點 符得很認 符得認之餘 告訴大家 原來音樂有一個社會的作用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件事先傳承下去 第一件事 更多 或者至少不會斷了 或者不會被人一踩就認識 但是 現實狀況 我就覺得 你玩這類音樂 會不會以後愈來愈自由地玩呢 我就非常悲觀地看了 這個當然 這個就不用了 其二就是 既然是這樣 或者香港現時的社會狀況 就是拿著你的錢 你做什麼都沒有人的時候 未必有投資者會再投資 一些 吵鬧一些 或者重贏一些 要求都 這麼非主流的音樂 再說回今次MF Show 其實我們是非常驕傲 就是在台燈聲所有範疇都是 告訴別人香港的搖滾樂 是交到國際水準的 現場的所有觀眾的耳朵 是聽到一些真真正正的搖滾樂的聲音的 這件事 我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 是懂得分 或者自己在耳朵的品味上 還是有這件事的要求 但我們都希望 即是 繼續提供多些選擇給別人 其實已經是很開心的 那 有沒有後繼 會不會無人呢 後繼 我們就不希望 但主要就是 究竟有多少 真真正正正從事 音樂 工業 或者媒體工業的人 尊重音樂 先 唉 這個 是啊 不然你搞什麼都浪費 你自己不聽 但是有人會聽 你自己不開心 你不可以妨礙別人開心 那麼音樂很明顯是一些 起碼令到人有開心 或者幸福感的一個媒介 那 有了19年的音樂會議 會不會有20年呢 其實我們本身 就剛剛做了19年之後 就用一年時間 希望明年結尾 就做個總結 明年就除了我們 一定希望找其他樂隊 那中間如果有其他場地 或者其他搞手 就是覺得想我們出來 覺得好玩的 想找我們玩 所以我們絕對歡迎 或者做一個小型的粗活 但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人齊 你 你也是不找 我講一個搞笑 例如前幾年 有一對人叫他來 在香港 YMCA 好像說沒有一個 原本是YMCA 那對班 我們就沒有 我們從來都是那班人 從來都是那班人 從來都是那班人 都沒有什麼剃功的 剃不了功的 但是 我們又不是去到那些 唱幾十場 那些一兩場 我們都已經很累 那些 大家會懂得拿到平衡 就得到的 Anyway 就算不是傳媒人術 起碼大部份會 會 要人齊才開演唱會 我們都 大家其實對於音樂的熱愛 我覺得 會立刻擠下所有的 兼職做回音樂的正職 OK 好了 今天多謝MCN 我們大家都期待 就是LMF的20週 這個秀的網上可能有 或者是明年的 其望就是LMF的20週年 一個音樂會 到時候 我在這裡說明了 我也會去看 OK 多謝MCN 我們有機會再見 拜拜